好小鸭是如何逆袭叶峰的 大门嗅晕千赫 无伤干掉马 大家好 来欣赏一场精彩对军 小鸭打得很厉害 花里胡桥的 这波先落地的优势 先拉小峰16C 下期防空赛8波复合地雷 下盘依旧非常精准 看得很精准的招 出来啊 连续的安全压制 无缝压制抢得可不过 你都不好干系列 你都没有办法干 有机会想干也干不到 来 抛到一刹 还有比赛吗 这一波还不接比赛 哎呀 好骗的 来必杀呀 或者重拳抓过来啊 扣施了机会了 好 直接升狼带走 刚才第一次带必杀的话 然后第二次可能就赢了呀 打中的话 小鸭以前有一个不好的习惯啊 就是流气过年了 跳若 好抓呆 重拳必杀呢 有空也可以 不必杀 打晕点 好再抓 这一下呢 打晕 打晕 还有一招 好 对吧 嗯 这百合折防的还是不错的 很隐蔽的百合折 很隐蔽的百合折 再攻 这波不能让啊 这波再震下去的话 后果严重啊 可以打三招之后继续抓 牛皮啊 我却晕了呀 我却晕了 我却晕了 电师 他的电师功底退步了 以前 17年看他的电师的时候 就没有食物过 现在看他的电师 总是食物 老了老了 四月不饶人 嗨 刚好是一个空房 落地蓝之山距离 落地蓝之山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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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一下又跑不掉了 好像差不多了 好像差不多了 马力突进大呀 好 好 滚住修修 不可以走丢